POP大国民请听蔡师平 好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6点到7点钟第二阶段的节目 今天6点钟呢 我们的来宾是科学人杂志的内容总监张孟元 孟元你好 视频大哥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科学人杂志的孟元 好这个欢迎大家一样 锁定大北部地区FM91.7 陶珠苗地区呢 FM90-7 也是好听广播电台 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面呢 下载POP Radio的APP 就可以无远佛界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好 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呢 封面主题故事呢 是电子电量子电脑也要纠错 但是这一期呢 可能最让大家震撼的一个话题 是他们的发行人的信 王荣文先生呢 在上面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如果没有奇迹 科学人纸本杂志年底停刊 其实我不算太意外 因为在这个事情的两个月 一个多月前吧 我在一个场合里面碰到王荣文董事长 我在闲聊聊到说科学人杂志 我有讲说每个月 这个都请孟元来 他就感叹一声说 压力太大了 然后这几年后 这个亏损很严重 所以如果没有 当时他也是这样讲 如果没有奇迹 没有人接手的话 科学人杂志 紫本很可能到年底就停刊了 那我以为他说一说 但还在努力 没想到科学人杂志呢 8月号他就已经在这个发行人的话里面的说了 孟元最清楚了 孟元在科学人杂志服务了多久 20年 20年 所以你很清楚知道这个杂志从早期到现在的发展 对 好 那王荣文也在说 他最好的时候曾经也三万多份 对那是真真实实扎实的 对啊 那是非常好 当然他后来说说 又慢慢一段高峰以后就开始往下滑落 这很正常的 几乎所有杂志都有这个困境 没错 那你自己觉得呢 王荣文董事长说 如果没有奇迹 紫本杂志很可能在年底就停开 真的 真的吗 如果没有奇迹 如果没有奇迹 但是还好 这个是因为新闻出来以后 有一些奇迹慢慢在浮现 对 我想这个新闻出来以后 我们真的收到很多各界朋友读者 或者说社会贤达 深情人士的 不只是意见建议 其实也有人伸出援手 那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然后其实我们董事长跟总经理这边 也有跟他们在接触 其实真的来想想看 有什么方式可以让科学人 可以继续的比较经营下去 那我们原先当然知道 以目前的读者习惯来说 纸本确实是比较不容易 比较辛苦 比较辛苦 对 那科学人杂志本身的 也是有难度的 它不是真的所谓的 太科普的东西 它的知识 或者说它的深度上 并不是 它的读者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多 对 所以在纸本的销售上 跟行销上 其实本来就是有比较多 多的难度的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资本要印刷 它的这个成本 确实是比较高的 然后把它编得这么漂亮 其实花的时间跟听力也很多 对 好 当然我们也欢迎了 因为今天只是把这话题 点出来到8月 那如果说 照这个王仁文董事长说 如果没有奇迹 那我们很可能就访问到12月 就没办法再访问赵孟元 但是如果奇迹出现 说不定会会有新的变化 但是也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关心这份杂志的话 你可能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来给他们加油打气 当然出点子 或者是订阅 或者是这个实际上的 能够找到资金来寄助他们 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好我们现在讲的是纸本 就算它是纸本题的话 但是也可能还是保持一个 电子版的网络 对不对 对我们在数位的部分 其实还是会提取的发行 但只是说 对啊 纸本杂志有纸本杂志的一些 这个阅读上的优势了 有像图表啊什么的 你用手机去读那个图表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读起来还蛮辛苦 会比较累 比较辛苦 好 这个是先跟各位呢 提供这个话题 也让各位来关心一下 每个月的这个月初的科学人杂志呢 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这个讯息跟变化 好 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呢 我们快速的讲一下 它的这个封面主题故事呢 是量子电脑也要纠错 那有两篇文章讨论这个话题 但比较深了 所以我们让这个孟元来稍微带一下 好 我想量子电脑这个话题 这两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热 不管你是可能对于半导体资讯业 有投资的那种兴趣的话 或说你对于科技的发展有兴趣的话 量子电脑真的很红 那其实在2019年几年前吧 Google他们也有在做这个量子电脑 而且他达到所谓的量子有约性 意思是说 他用50个量子位元 可以做出的那个运算 其实已经超过我们目前超级电脑 这个几万倍的这个运算能力 那对于很多想要描绘未来远景的人 他知道这资讯能力的强大 将来不管你要做什么样的虚拟运算 或者是说什么元宇宙这些的 你有这样量子电脑的话 很多事情都办得成 但是量子电脑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 或者读者朋友 可能只知道这个名词 但是并不清楚 他真的背后的原理 那确实他有点难 因为光量子那两个字 大家可能就会想说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当然可以简单的聊一下 就量子这件事情的话 大家可能比较常听说 量子物理 然后有确定格的猫 那这里的这个物理性质呢 可能跟我们以前古典 所看到的不一样 那你可能就会有所谓的这个不确定性啊 几率啊之类的概念 可是当他要变成量子电脑 来做电脑的时候 他表示说他所用的运算的东西 可能跟传统电脑不一样 那传统电脑的话 大家知道我们就用0跟1去算嘛 那你所用的这个晶片啊 卫元啊 这个半导体呢 就是有或没有 对不对 你在可能大家 也许有点概念的话 你知道他所谓的那个逻辑夹 就是会有0 1 没有有或没有 但是你用量子怎么来做这个事情呢 那刚刚讲到说量子这个现象 很明显的就是 他有一种不确定性 你没有去测量他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是有或没有 那他还有一种奇怪东西 叫做缠结 所以当这种几个性质出现的时候 他真的可以让你这个量子的位元呢 不是只有0跟1这种现象 他非黑几白 中间有很多的过路地带 所以他可以储存的位元的形式 就会很多 所以因此他可以有很强的计算 跟储存的能力 也因为这样子 他才可以超越传统的电脑 但是问题就来了 你这个量子电脑 你要在什么样子的晶片上面运算 你没有这样的半导体 所以我们在科学人在提 应该是今年初的时候 我们有另外一篇讲 这个量子电脑的硬体怎么做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中原院一个老师 也是跟我们讲说 其实可以用超导体来做这个晶片 好 那有了这样子的硬体 有了这样子的概念以后 你真的量子电脑开始运算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 不管是量子电脑或一般电脑 他运算时候也会出错 他的编码也会出错 那资讯界他们有所谓的 一个纠错的程式或是概念 那如果你今天在量子电脑要怎么做 对 这里面就这一题有很多这方面的概念 好 这个我乱佩服这个梦源的 你看他侃侃而谈 把这个量子电脑的这个 大概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给大家虽然很清楚 主持人我完全不能接话 我对这个题目是真的 连阅读的这个基本能力 我觉得我都很辛苦 所以我只能说 OK 那是因为这样 让我们的读者会越来越少吗 对 所以这位朋友 有兴趣的朋友 真的可以看一下量子电脑的纠错法 还有张庆睿 他们有特别提前台湾的专家 做了一个第二次量子革命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说明 好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 今天介绍的文章还颇多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告诉大家 这是关于物理这方面 你对量子革命 量子电脑有兴趣的话 科学人杂志8月号的 封面主题故事可以推荐给各位 今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白天黑夜都要在一起 如果有你从此变得精彩 我要大声的说我爱你 Pub Radio是我扬起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好 欢迎回到Pub大国民 来 我们今天继续访问科学人杂志的内容总监 张牧原来谈一下8月号的科学人杂志 这一期有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 受产业操弄的气候教育 这篇文章的确也是点到了一个问题 就我们常说科学 很多都是科学的给了客观知识 然后来做判断 可是我们也都知道 科学的背后也并不是完全脱离社会脉络的 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在过去 我在公式主持的一个节目 谈纪录片的时候 他其实也提醒我们 很多医学的提供出来的报告 最后也会被人家指出来说 他跟某些产业的资金的提供有关系 那就好像说气候的变迁好了 那什么样的产业受到他最大冲击 什么样的产业会得利于他 其实如果他们的资金进来研究气候变迁 很可能就会导致大家觉得 他背后的资金有问题 这篇文章其实就探讨了 说气候教育有没有受到产业的这种操作操弄 我想教育这个议题 其实大家也都非常非常关心 那像我们自己小时候 我们对教育也不懂 老师教什么我们就学什么 但是你往前想 其实教育跟国家的政策 或是他希望国民往哪个方向发展是有关的 对不对 好那一样的 今天如果你的经济跟你的产业或是国力 你想要强大的话 你是不是也可以从教育着手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看这个屏幕就真的不奇怪了 以美国的情况来说 我说真的 我觉得我们以为美国好像很科学 很厉害 对不对 可是近年来你们发现 他们在前一阵子口罩的事情 还有包括演化论 你们发现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理性 或是这么的科学 没错 对 那气候变迁这个问题也是 全球暖化这件事情 在我们来看 我们觉得已经是一个证据非常明确了 可是在美国 其实有一派人 他就是不相信这样子的证据 那不管什么原因 他很明显的受到冲击的就是石油业者 那以石油最大的产区来说 德州来说 他们怎么能够容许他们的产业没落呢 对不对 所以他有什么方式来让自己的产业可以继续发展 很明显的一个可以着力的地方就是从教育那边 你今天如果要发展他的石油产业 他本来就需要人才 所以从教育那边是一个确实的好的方法 那一样呢 你的国民能不能支持石油产业 能不能支持这个石化的产业 其实也是透过教育来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在这个报道里面 血淋淋的赤裸裸的看到 他们怎么样介入美国的这个课纲的讨论 这个当然不是现在的问题了 我们再想想科学在启蒙运动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西方科学的发展 他其实也是一路走来都是跟这个信仰 对不对 刚开始是跟信仰 各位还有科学家送到断头台 送到这个异端 被当做异端来处理 来上了这个断头台 或者是这个火形的 你就晓得说科学其实并不是一路走来都那么顺 他跟信仰在冲击 然后接着是跟宗教信仰 然后再来是跟产业 每个阶段都有跟产业在做碰撞 因为产业他一旦面临了 觉得我这个产业就快要消失的话 我当然就做很多的反扑和影响 所以他其实不意外 但是只是说让大家 这篇文章会让大家觉得很惊讶 就是说像气候变迁这么严肃的问题 在美国竟然也都会引起政治 甚至包括政治 我们看到川普那时候竞选连任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对于所谓气候变迁是嗤之以鼻的 那再加上这个产业直接可以介入 影响这个教育 甚至包括我们到现在为止 其实在美国你会觉得都很意外 包括说这个到底学校该不该交天言论 学校到底该不该交创世纪 公立学校 因为公立学校是牵涉国家纳税义务人的 所以他都有很多的争辩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但是也值得大家来高度的关注了 也就是说当你说科学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要稍微对科学最后 后面它来的依据 跟着所谓的信仰价值是什么关联 可能各位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是一篇好文章 非常的好看 好我们再来讲一下另外一篇文章介绍 这篇也很有趣 各位都认为说哺乳类动物到底是怎么兴起 这篇文章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篇文章真的打到尾 我一直以为恐龙消灭之后 哺乳类才出现 可这篇文章是告诉我们说其实错 在恐龙非常盛行的年代 哺乳类动物也都在了 那是一个充满着拥挤的逃避的 闪躲的惊吓的那个画面 但是恐龙灭绝了 哺乳类动物存过下来了 才一直有现在的发展 这篇文章其实很有意思 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 动物的多样性的了解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少 那当然大家对于古生物 可能真的看到这种明性物种 这个恐龙这么巨大 这么的华丽这么的雄壮 不管它是暴龙 还是我们讲这个场景 这种雷龙 绝对是占据小朋友的眼光 那我们知道在6600万年前 这个一个隐石打下来 造成了恐龙的灭绝 那时候大家就想说 因为恐龙灭绝 所以哺乳类才兴起 然后也因为部分的恐龙灭绝 然后某一些残存下来的 发展成现在的鸟类 这是我们后来比较知道的事情 但是哺乳类真的有可能在那一瞬间 真的就在发展出 我们现在所看到那么多吗 其实就像师平大哥说的 文章里面很仔细的告诉你 其实在两亿多年前 各种生物在发展的时候 哺乳类就已经有了 对只是说大家在各自的生态区位里面 过各自的活 那恐龙它们呢 因为各种优势就长得特别的大 但是哺乳类呢 就是在各种小小的这个缝隙里面求生存 那它可能长得也不是太大 也不是太漂亮 那它吃的东西可能就很杂 它的行动可能也很灵活 那也因为这些特点呢 其实就在这个 这个小行星撞地球的时候呢 才得以存活 你知道那小行星撞地球 这个小行星也没有太大 可是它在这个墨西哥湾那里 撞了一个大概160公里的大洞 然后扬起这个灰尘呢 粉尘呢 烟幕啊 其实就造成了整个地球的 完全是不见天日好几年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植物不能行光合作用 整个食物链就垮了 在那个情况下 以杂食性的哺乳类 它绝对能够存活吗 对啊 因为各位想想 我看这篇文章也在想说 天哪 那些那种恐龙肉食性的 要大量吃肉的 跟那种大量吃这个植物的 这种草食性的恐龙 它们实际上都非常大 所以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几年之间呢 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 它们当然就首先面临的 食物上的缺乏的灭绝 可是杂食性的动物真厉害 对不对 边边角角 所有东西能吃的就吃 能够尽量随手 截取的杂食性的动物呢 哺乳类动物在这个夹缝中 反而活下来了 所以有时想想看 难怪我们常说 张老师打不死 对 其实在这一次 我们讲说哺乳类动物 因为这样的决体 可是哺乳类 其实还可以分很多种 大家如果 我们现在讲哺乳类 大家都想到就是我们人啊 猫啊狗啊 牛羊 马这类的 我们一般看得到的 那其实大家如果有去过 澳洲或者纽西兰的话 你们知道袋鼠吗 对啊 对 袋鼠也是哺乳类 对 然后 鸭嘴兽 它也是哺乳类 只是说像 袋鼠它是属于 有带类 有带类 哺乳动物里面的有带类 然后鸭嘴兽它是 单孔类 嗯 鸭嘴都是生蛋的哦 嗯 所以这几个 我们都还是哺乳类 只是说 袋鼠跟我们人类 这种哺乳类 是胎盘类的 胎盘类的 所以你发现 哺乳类动物 其实还有分 比较低等的 刚刚讲这个单孔 然后有带 然后我们人类有胎盘的 那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呢 那个袋鼠 它所生出来的宝宝 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完整 很小 很小一个 嗯 它没有办法活动 所以它必须躲在袋子里面 对 还要养个好几个月 才能够伸出头来 可是以哺乳类来说 呃 大部分的动物 生下来 嗯 它就可以 呃 站立可以生存了 对 你要看到那个 呃 生物频道里面的 小羊羊生下来 嗯 抖一抖 对对 抖一抖 就可以跑了 它没办法站下来 它就 它就 它就等于自然淘汰了 这完全是生殖策略的不同嘛 对 你以 比较早期的两生类 或是 像青蛙鱼那种 它可以生很多的蛋 嗯 然后呃 到时候孵出来 哪几只可以活 不知道 嗯 可是以 我们哺乳类这种 比较高等的动物来说 我们生下来的 子袋是 这一只 大概就可以 完整的活下去了 所以 讲了说 这个呃 我们说它高等 也不为过了 那在这一次的 这个文章里面的提示 它真的是找到 很完整的化石 然后来描述说 我们这个 呃 胎盘类不如动物 在这呃 六千六百万年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它把它 这个故事 其实描述的 非常非常完整 我觉得在这一次的 文章里面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的故事 好 这个 这篇文章呢 也提醒了大家 它的场景呢 是在美国的 新墨西哥州 新墨西哥 墨西哥州呢 这个西北方 有一个叫做 托雷昂西谷 托雷昂 那在那个沿城里面呢 埋了很多古星式 时期的这个 哺乳动物的化石 那呃 我们给各位呢 去想象一下哈 就是说 在这个呃 一颗 大概呃 直径差不多 十公里的小行星 冲击到地球 那一刹 刹那 那那个位置呢 其实就是现在 在现在的墨西哥湾 好 墨西哥湾这个地方 那现在大概都得到 科学上呢 科学家的一个 大概的这个认可了 哈 也就是说 真的确是小行星 撞地球 那这个几率是 非常非常低的啦 哈 所以毕竟从那时候 到现在 你没有看到 这么大的行星 再来撞一次地球了 所以呢 造成了这个 呃 恐龙的灭绝 但是为什么 步入类动物 可以存活下来 那从这个化石的研究里面 其实得到很多很多 很有意思的这个答案 哈 待会来我们再继续讨论 好 这个挖化石这件事情呢 我们都觉得 大家我们看过 看过太多这个 这个好莱坞的电影呢 都觉得它 它充满了浪漫 可事实上考古是一件 非常辛苦的事情 呃 也并不是随便到 你不是我们想说 随便到哪个地方去挖 它必须要先 有一些地质学的研究 大概知道说 哪个地方的地质 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根据这个地质的状况呢 才能够推测 这里到底有没有 哪一个这个年代的哈 可能存有的这个生物 那这些都做了 很好的推演之后呢 你才能够到那边去 去开始挖 不是我们像讲的说 啊 随便找个地方就往下挖 哈 没那么容易的 好 这篇文章呢 非常精彩的告诉大家 关于哺乳动物的这个 为什么能够演化到现在 哺乳动物在恐龙脚下呢 大概生活了几千万年 这是我们原来以前 都不太容易理解 我们都认为说 恐龙的时代 没有哺乳动物 但现在告诉你是有的 依照到6600万年前 小行星击中了 美国的这个墨西 这个在美国的这个 墨西哥湾那个地区啊 就是然后呢 造成了这个 75%的物种灭绝 包括飞鸟类的恐龙 因为鸟类的 恐龙其实到现在还有 还留下来了 那这一个到底怎么回事 刚才呢 这个孟元有跟我们说过了 其实这篇文章呢 又做了一个变化趋势图 那图看得很清楚啊 他说在那之后的 哺乳类动物呢 成为人 整个世界舞台的主角 那近来来的研究呢 告诉我们 他们熬过了大灭绝 而且在海洋 空中跟陆地上呢 开枝善叶 开启了哺乳类动物的时代 哇 这好史诗哦 听起来 嗯 对啊 我们刚才讲到说 这个哺乳类在恐龙的脚下 大概真的是狗言残喘 嗯 那大概 那时候的尺寸 大概就是 大概老鼠那么大吧 嗯 可是在恐龙 呃 灭绝之后 很快的 他们整个体型的变化 跟多样性 就完全起来了 有大概就 可能有到牛啊 马 甚至到后来大象 这样子的尺寸 对对 那呃 他们的食性 也跟因此而可以 更分化 因为完全竞争者没有了 那以前是什么都吃嘛 为了生存 呃 杂食 炒了肉都吃 可是将来之后 他可能就 根据他的呃 地理的状况分布 哎 他在演化出不同的食性 而且 我觉得比较特别是 其实在后来又有一次呃 全球暖化 那 这样子的温度变化呢 其实造成很多生物 很多动物 他往高纬度的地方 或是高海拔的地方去发展 嗯 也因此造成了很多的生物 多样性 那在这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是 那大家想说哎那哺乳类是不是因为比较聪明 所以才可以存活下来 嗯 其实在这次的这个研究调查里面 也特别去比较说 这些哺乳类的动物 他在 对 他这个演化过程中 他大脑尺寸 容积到底没有比较大 但是科学家说不能这样算 不能只比单纯的大小 你要去比他的大脑的体积 跟身体尺寸的比例 结果发现其实是到后 后来才 大脑才有比较大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大脑不重要 其实感觉起来 如果从演化的角度来看也合理啊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跟各位讲 这个这张图表真是很好看 张图表就告诉你说 当这个恐龙灭绝了 哺乳类动物存活下来之后呢 第一个 他的体型开始有变化 对 开始有大有小 所以他多样了嘛 然后他的生态呢 也多样性了 也就是说他们呢 可以站在占据这个 这个地球上的各个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慢慢的生存下来 然后他物种呢 变得丰富了 那现在还就是刚才 这个孟元跟各位讲的 他的脑脑袋脑容量的问题 因为他牵扯到 他够不够聪明吗 他传统的说法 他这里有说 传统的观点认为呢 哺乳类动物的脑部 是随着时间稳定增大的 但是新的研究 他当然是根据的化石啊 等等来看 他新的发现呢 却指出 这个特点是在身体变大之后 才出现的 也就是说 当哺乳类动物身体变大了 脑的容量呢 也就跟着慢慢变大了 我觉得好像也合理嘛 好像也合理啦 因为在如果当初的 这个环境不好 你所有的热量 应该先用在 让自己活下去 可是大脑是很耗 热量的一个器官 对 所以先活再求聪明 那是当时哺乳动物 演化上的一个方向 这也是我们说 烧脑烧脑的原因嘛 你用脑越多的人呢 其实用消耗的 这个能量就越高 所以身体越大 然后慢慢呢 我们的脑容量呢 哺乳类动物的脑容量 才开始变多 好 这个是 这篇文章呢 给各位呢 蛮好看的 这篇文章真的蛮好看的 它虽然也有一些 考古方面的专业 可是大致上呢 我觉得各位 如果仔细慢慢看的话 还是蛮可以理解的 好 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呢 除了我们刚刚介绍 这个内容之外呢 它另外也有几篇 我们大概就给各位 带过一带一下 神经科学方面呢 如果你喜欢的话 它有一个强调 大脑由内而外认知世界的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总认为说 可能是受到外在刺激 人是外在刺激 然后由外向内 可是现在呢 有新的研究也告诉你说 我们的大脑会探测外在的环境 然后会挑选 有利于生存 繁衍的必要资讯 然后再来做出这个行动跟判断 这个神经科学的一方面的研究 另外一块呢 有一个天文学方面 各位有兴趣的话 就是说所谓的神秘闪爆 迷宗迷 这个呢 也超出我的理解的这个能力了 但它是告诉你说 二十多年前呢 意外的侦测到 这个快速电波的爆发 那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呢 因为科技的进步 还有一群科学家的发现 对这个开始有新的理解 另外一块呢 也是跟宇宙学有关的 宇宙及张力畸变 这个真的就是 讲宇宙膨胀的问题 对不对 宇宙不断膨胀的问题 其实我想听众朋友 对于这个宇宙学 天文学 应该有一些浪漫的幻想在 对 我也 我以前就有浪漫幻想 可是呢 还发现到 哇太深了 太深了 对对 好 那也会好奇说 那天文学跟宇宙学 有什么不同 其实天文学 它可能比较着重在 心体啦 心团啦 天文的这些现象 但是当我们观察 这么多天文的现象 不管刚才讲到什么 宇宙神秘闪爆 这些讯号 还有些星体的形成 碰撞之后 你慢慢就会去想 一些更宏观的 尺度的状况 或者说时间尺度 更拉长的时候 那我们这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宇宙是怎么发展的 宇宙将来会怎么样 那其实就是 宇宙学的这个概念 对 那其实科学家 或者人类 一定会想说 那宇宙体源是 从何而来 那最早最早 其实我们就会去想 那所谓的这个大霹雳 那这其实 它就牵涉到一些 物理学的一些知识 或者是一些理论 所以 当然说 物理天文宇宙 其实是环环相扣的 那刚刚在讲到 这个宇宙学的时候呢 其实科学家 会特别去想说 那我们现在知道说 宇宙 它其实是在一个 膨胀的状态下 那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 其实跟当年爱因斯坦 在算这个宇宙 常数的时候有关 那宇宙在膨胀的时候 这宇宙常数该怎么下 该 那膨胀的 这个数率是多少 其实科学家 天文学家 宇宙学家 这几十年来 一直在找这个答案 那怎么找答案呢 用各式各样的 这个望远镜 去观测 找极的宇宙 要把就是观测 临近的这个星团 那从里面找一些数据 但是很不幸的 这些方法 找出来的数据都 找出来这个宇宙常数 都有出入 有落差 那同样的情况是 在另外一个叫 所谓的宇宙参数也是 所以这里面就造成 宇宙学家 他们在做实验时候 他们要回去修理论呢 还是回去改实验 这里面就有很多 很多好玩的故事 好 我就真佩服 我们的科学人杂志的内容 总监张牧原 你看 他聊每一个题材呢 都是聊得非常的充满自信 然后深入浅出 好 应该 这也是科学人杂志 如果每一期好好读的话 大概最厉害的地方吧 好 非常谢谢 科学人杂志的这个内容总监 张牧原 这个月份呢 八月份 在陪着我们来看了 八月号 他的封面主题故事呢 是量子电脑的纠错法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谢谢牧原 谢谢 好 待会呢 请各位继续收听金钱大过敏 更明cho 叫 餅 鱼